即是 多葉小葉是沒有問題的 一扎有十多條線的自由 一條線的自由是沒有問題的 是形象 不理哪個方向 我不理哪個方向 我畫一條線 一條線和一條石線都是一樣的 不用一直走 這條線是很難的 專程跳開 如果點了一點點 點了一點點 跳開的地方就沒有了 這裏已經分了一個叉 又可以再分 這樣就可以了 一條線就可以了 如果覺得不夠了 不用補那條線的 不夠不夠 你可以這樣補回兩下 不用好像通俗 國人人都是覺得這樣畫才好看 你就是這樣畫 不是的 總之你是點就可以了 那你這些點呢 有沒有書法味 有沒有什麼呢 這樣 這樣 再要線再加 要很多葉 你這個問題就是 大塊葉 細塊葉 其實有細塊葉的過性 大塊葉有大塊葉的過性 就是用來 大細塊葉是用來給你 表示一些東西的 那我這些很密的葉 那如果 那如果 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 隨意一點 專程畫到很有力 很有力 又是一種畫法 隨意一點 又是一種畫法 是一種表達的方式 龍淡 所以 我們可以在一起 你找什麼勾線都可以的 芥子園畫菊花、畫葉都畫得很真 芥子園那時候都沒有寫得很容易 那又是一種 有很多時候就好像畫荷花、菊花、畫什麼都是 現在畫一照一照 那不要說它畫什麼 那我這裡荷花都是這樣 可以一早 一大塊一早知道 那未必一條穿過去 一早早這些多的 其實一兩條可以這樣穿過去 即是有長有短 有一執 有一單 或者一雙 一雙過 或者一執 那一執 未必一條條都是荷花葉 現在說有心有詞 這樣點過它 剛才說的是 畫菊花、畫什麼花 其實畫什麼花都是這樣 這樣畫葉 這樣就畫葉 這樣就畫葉 這樣用淡物也可以 用農物也可以 用顏色也可以 用細塊葉也可以 用芋花勻 用芋花去抬它 用芋花去抬它 所以我勾完這些,那些黑線就被我破壞了 沒有了那些黑線,這樣而已 這裡中間是黑線,你一瞧它,那些黑線就當葉脈了 這樣又可以勾多講一下,這些紅了,又可以出一些 那麼這裏上面又可以落圈 那邊圈是什麼,換花也可以,改也可以 圈就是圈,未必就是一定要確定它是,什麼就是什麼 這樣又畫一下這些,又畫一下這些,又點一下 這樣,怎樣到沒有什麼顏色,黑黑它,不捨得捨它 那我又拿回一些紅色點 這裏,將它畫嬰花也可以,將它畫什麼都可以 那剛才同學有一個菊花就是,那個菊花第一版就是這樣畫的 碰一碰,第一筆,是不是?那裏大一點的,這樣你就沒了那個器筆,手筆 不只是你的木,很多人都是這樣,就是這樣,直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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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己會有少少弧度的,這樣它,你直一點,它都會有弧度 如果你彎,它就一塊塊圈,一塊塊圈圈,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還有呢,你們是可以向一個中心點下去的,我就不是,我就,很多種畫法 很多種畫法,這個一個放射點,一個,一個,一個,就可以這樣直畫 這樣就起頭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如果你一筆筆畫,你就不會那麼直的 你就畫不得那麼直的,這樣就隨意,這樣就點回頭,點回頭,點回頭,點回頭 點回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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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回頭 點第二層,點第三層,那這些是直畫 但是你的心裏面就覺得它是放射性的,我是直畫的,對不對? 這樣,很多種畫法,很多種畫法,有一些,一組,兩組 這樣,這樣,這樣,你畫那時候,你畫,你現在規定了它的線是這樣呢 那它就很直,如果你是,好像我現在這樣一筆筆畫 你都沒有辦法畫得那麼直的,因為它,那些筆被你轉了彎 就覺得完了,是不是?剛才我直畫,它現在都說覺得完了 因為那個一轉這裡,它會覺得它是完的 有很多東西,你將會讀到,這些不是我發明的 一直一直,一組一組,一排,一排,一排,是潘天壽的 脹筆塞式,都是這樣,放齊,不就這麼放齊 脹子這樣,碼乾都是,一點點自癡چ,是很寶貝的 故意的,是專門的 那麽,這樣就是這樣,一直,一排,三排 這樣都哪個都 我是亂畫的 這樣呢 怎麼亂畫 就是這樣亂畫 是不是亂畫 亂得來像 我一定有些形態 但是我都說我好著素 我亂畫 是我學生都說像的 如果我的不是學生 就個個在那裡反對亂畫 他們才是說真話 你不是不說真話 你是一種老師 當我是老師的崇拜 這樣亂畫 這個亂畫有得亂 有時候就會好些 所以你又不用這麼介意 其實這句話 對 這句話 是